9月是台灣的國際防災月 那今天這個非常重要的活動 就是我們把台灣特收能量最強的 台灣特收總隊 在松山機場到桃園機場 這個怎麼樣在最快的時間內 到達災區現場的一個演練 那從今天的演練 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我們特收隊的隊員 或者是包括林犬員的這些 這個林犬的狗隻 都非常快速可以到達 那同時呢 我們也邀請日本跟美國的友邦 來幫我們做觀察 就是在我們這樣的快速動員的時候 有哪一些缺點需要改善 我相信這樣的演練能量 剛剛兩位支持的時候已經講到了 台灣從1999年的921地震到現在 歷經了二三十年的演練 台灣已經可以從被救援 到可以救援別人 從去年的土耳其 這個災難裡面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秉持著 台灣Can Help這樣的精神 國際特收隊 萬一有接到任何需要台灣幫忙的話 我們已經都準備好了 可以去搜救 謝謝 OK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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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人們成為這個懸貌 你認同會上的口罩 首先 一個比較重 Save 請求人們 authorize 請求人 請求人 請求人們 請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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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